不过这怒天战犬却不愧是缔结上品武学,在第二层的时候就差不多能够达到清流召空剑诀第十五重的威力。 白衣楚剑秋是修炼了数天时间,就已经把怒天战犬第一层炼成,但是在修炼第二层的时候速度就慢了下来。 毕竟是一门递接上品的武学,以他目前的境界修为,想要迅速修炼成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上青宗的巨型沾船上,经过半个月的修炼,楚剑秋也把风仪顿法第一式随风式修炼成功。 风仪顿法比怒天战犬悬傲得多,修炼起来也难了一倍不止,不过在炼成之后威力却也十分显著。 楚剑秋施展起来时,犹如以夜毫不着力地留夜随风而飘,如果真正应用在实战之中,即使是袁丹靖强者,要想伤到他也不是一件意识。 恒飞英在见到楚剑秋这门身法的时候,目光中也不由露出惊讶的神色,即使以他的眼界见识,都感觉楚剑秋这门身法很是不凡。 不过如果楚剑秋只是凭借这门身法的话,想顺利通过上清宗的考核,却依然不够看。 在楚剑秋的不远处,夏依山一直一脸阴沉地看着楚剑秋。 在夏依山的心中,把楚剑秋恨到了极点。 在他的心中,一直认为正是因为楚剑秋的原因,才使得他身败名裂,使得大前皇族沦落到今天这种尴尬的境地。 他心中简直恨不得把楚剑秋抽筋八匹,碎尸万段。 如果能让他找到机会,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击杀楚剑秋。 这一次,他也随着横飞应一起返回上清宗,参加上清宗招收弟子的大会。 在他的计划里,即使通不过上清宗的考核,也要找一个机会杀了楚剑秋。 他可是知道,在上清宗众多的考核关卡之中,有着最后一项考核,排位战。 只要让他在排位战之中遇到楚剑秋,他就有把握能够击杀楚剑秋。 目前他的境界胸围已经达到了远丹井三重,杀死华海井七重的楚剑秋,在他看来简直是一如反掌。 如果是那个白衣楚剑秋,他或许还不敢生起这种心思。 他与那个白衣楚剑秋经历过清云大会的那一战,清楚知道那个白衣楚剑秋的实力的恐怖。 当时白衣楚剑秋比他还低了半个境界,商姐能够和他战成平手。 更何况,现在那个白衣楚剑秋也达到了远丹井三重。 处于同一个境界上,夏宜山没有半分把握能够战胜白衣楚剑秋。 但是偏偏楚剑秋自己找死,不让那个境界修为更高的白衣楚剑秋前往参加上青宗的招生大会。 反而让这个境界低得可怜的本尊过来送死,白白送给他的机会,夏宜山可不会轻易错过。 楚剑秋之所以让本尊去上青宗参加上青宗的招生大会,自然有着他的急身考量。 他的无够分身虽然境界修为更高,但是若论起真正的保命能力而言,还是他本尊更强。 因为他的本尊十海之中,有着混沌至尊塔这个无上宝物,而且混沌至尊塔之中还藏着那把不知深浅的浓渊剑。 有这两样敌运深厚的宝物,只要不是遇到青宇大会上被夏宜山偷袭的那种突发情况,基本上天刚境以下的武者很难杀死他。 而在青宇大会上,当时只不过是为了救洛指云,他才会遭遇那等闲境。 如果是在正常状态下,天刚境以下的武者想偷袭到他,基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再加上楚剑就考虑到,本尊如果继续待在大清王朝里面,已经很难进一步发展。 何况楚剑就还答应了混沌至尊塔,要继续为他寻找修复塔身的宝物。 在大清王朝里面,已经找不到能够修复混沌至尊塔的东西。 经过和续影联盟大军一战,整个大清王朝的资源基本上都已经被玄剑宗掏空了。 一个多月后,战船队伍回到了上清宗。 这是一个庞大的难以想象的宗门,但是宗门的战地面积就已经达到了上万里方圆。 数千座山峰,全都是上清宗的宗徒。 连绵起伏的山峰,坐拥着中间一座巨大无比的竹峰。 竹峰的宏伟巍峨几乎有点超出想象,庞大的山体直插云霄,散发着极为辉煌的气象。 恒飞鹰的战船队伍,并没有往竹峰上飞去,而是远远地避了开来。 对于上清宗普通弟子来说,竹峰是绝对的禁地。 即使对内门弟子来说,竹峰同样是难以企及的地方。 那是只有真传弟子和内门长老才有资格踏足的禁地。 上面居住的是境界高深的难以想象的宗门老祖。 上清宗的等级极其森严,不同阶级之间绝对不容许戒约。 内门弟子不容许进入真传弟子的区域,外门弟子不容许进入内门弟子的地带。 除了经过允许之外,否则一旦擅闯,后果将会极其严重。 上清宗,除了竹峰是绝对的禁地之外,围绕在竹峰外围第一宠的三十六座刺峰也同样是禁地。 这三十六座刺峰里面居住的,是二十六位长老会长老和十大真传弟子。 长老会长老每一位都是境界高深难测的绝世强者,而且位高权重,一眼可定生死。 十大真传虽然没有在上清宗担任任何职位,但是其地位却丝毫不在二十六位长老会长老之下。 三十六座刺峰之外,则是数百座陪峰,这些陪峰上居住的是普通的真传弟子和内门长老。 只有称为真传弟子和内门长老才会有独立的山峰。 而一般的内门弟子是没有独立山峰的,而外门弟子待遇更差,连独立的院落都没有。 在那数百座陪峰之外,这才是内门弟子的区域,而外门弟子则基本是处于上清宗的边缘地带。 但是别以为处于边缘地带的外门弟子就那么好当。 要想成为上清宗的外门弟子,都要经过重重考核,一次次的关卡筛选,各方面的考核合格之后,这才能成为上清宗的外门弟子。 恒飞英把战船停一个巨大的广场上,这是属于上清宗的战船军域,既不属于外门,也不属于内门,而是属于上清宗的一个特殊部门——战部。 战部是上清宗一个极其特殊的所在,在上清宗内地位超然。 只要进入战部之中,之前的上清宗外门内门的身份全都不再适用,而由战部定义的军衔来重新确立身份。 不过战部是上清宗最难进的一个部门,即使是一些内门弟子都不一定能够进得了,这里的考核近乎严苛的程度。 一旦通过战部的考核成为战将,地位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战部之中的顶级战将,地位甚至比起十大真船都还要高一等。 一名顶级战将率领一支精锐大军所爆发出的威力,不要说是十大真船,即使是主封里面居住老家伙都不一定够看。 军队才是一个宗派的根本力量所在,而战将则是军队中最为珍贵的东西。 楚剑就看到这一番气象,和听到横飞英的解说之后,顿时不由震撼的目瞪口呆。 虽然他心中早已有了准备,但是当真正见识到上清宗难以想象的底蕴之后,依然给他带来极为强烈的冲击。 在上清宗这种庞然大雾面前,玄剑宗根本就弱小的犹如蝼蚁一般,上清宗随便动到手指头都能够把玄剑宗碾死。 横飞英在安置好战船之后,便带领楚剑丘和夏宜山来到外门管辖的一个区域。 这是一座高达千丈的山峰,山峰上建造着层层叠底的建筑。 这座山峰是专门用来安置的一些来参加上清宗招生大会的舞者的住所,所以这些建筑只是满足基本的居住属性,不会太过华丽。 此时在这座山峰上并没有多少人,稀稀疏疏的只有上百人左右。 毕竟此时,距离上清宗招生大会的召开上还有三个月时间,大部分舞者不会提前这么早就到来。 在这座山峰上,有几名上清宗的直视弟子在管理着这里的秩序。 这几名直视弟子都是袁丹靖三四重的境界。 在玄建宗,袁丹靖的舞者都是位高权重的各大丰主或者长老,而在上清宗这里,袁丹靖三四重的舞者全只是最普通的直视弟子。 那几名直视弟子见到恒飞英领着楚建丘和夏宜山两人过来,连忙迎了上去。 恒飞英不但是那门弟子,而且是战步之中著名的战将,可不是他们得罪得起的。 恒飞英向那几名直视弟子交代了一番,让他们特意关照一下楚建丘。 这几名直视弟子之中,由一名是外门夏家的人,名叫夏村。 恒飞英怕他捣鬼,和夏宜山联合起来把楚建丘偷偷弄死了,便特意说明楚建丘可是周长老关照的人,让他们好好地招待着,不可有了闪失。 恒飞英也怕,若是楚建丘被夏家的人偷偷弄死了,到时候周长老找到要人,那可就麻烦了。 虽然他并不看好楚建丘能够通过考核成为上清宗的弟子,但是楚建丘毕竟是周长老交给他的人,不能在他手里出现意外。 以楚建丘目前的境界修为,不用夏家的人出手,但是夏宜山就能够轻易把楚建丘弄死。 那几名直视弟子听到居然是周长老的人,脸色顿时微扁,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单是一个恒飞英的分量,已经够重了,更何况是内门中的长老周长老。 恒飞英最终,取出了几颗丹药,丢给了几名直视弟子。 那几名直视弟子接过来,见到居然是珍贵无比的杜玄丹,心中顿时大喜,连连向恒飞英致谢。 这一颗杜玄丹,能够顶得上他们半年的修为了。 修为达到元丹境,如果没有其他资源的辅助,单靠吸纳天地间的灵气来修炼,修炼近景将会极为缓慢。 所以元丹境之上的修炼,灵石和丹药显得尤为重要。 大前王朝之中的元丹境武者,为何动辄在一个境界之中停留数十年? 除了因为功法等级的限制之外,修炼资源也是一个极为巨大的限制因素。 在安排好这一切之后,恒飞英这才离开。 作为战部的战将,还有很多事情在等着他处理。 包括这次出征大前王朝的战况汇报,都要向上面详细禀报。 迅影联盟大军突然入侵大前王朝,这其中的战略意图很值得怀疑,很有可能这会是迅影联盟一项巨大谋划的前兆。 南州联盟和迅影联盟之间虽然是死对头,但是平时基本都是情水不犯河水。 因为两个庞然大物,一旦真正地死磕起来,没有人能够讨得了好聚。 迅影联盟要想吞并整个南州联盟绝非易事,南州联盟要想打败迅影联盟也极为困难。 所以两者之间,平时虽然会有点小打小闹,但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如果迅影联盟入侵的是尚清宗其他蜀国,这还没什么,但是大前王朝可是处于罗浮山脉东边通道的要害之地。 大前王朝虽然资源贫乏,但是却是绝对的战略要地。 横飞应离开之后,那几名知识弟子便把楚建丘和夏宜山两人安排在这座名叫博尚丰的山峰中住了下来。 夏宜山倒是不需要怎么安排,他原本就属于外门夏家的人,在外门之中基本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但是楚建丘人生地不熟,在外门中没有任何遗仗,还面临着夏家的虎视眈眈,倒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些。 夏宜山跟着夏存去了博尚丰上最好的住处。 楚建丘则在另一名知识弟子李刘文的安排下,住进了博尚丰东院的一处院落之中。 这博尚丰东院拥有数千件建筑,这些建筑中每间房子都铺着十数个床位。 显然到时候那些来得晚的人是要和别人一起挤一个房间。 李刘文安排楚建丘,住进的房子倒是一个独立的房间。 李刘文并不是夏家的人,而且横飞应在离开之前还特别叮嘱他关照一下楚建丘,以免楚建丘被夏家的人陷害。 因为受到横飞应的嘱托,所以李刘文对楚建丘倒也还算客气。 李刘文安排好楚建丘后,随后便离开去处理其他的事情了。 楚建丘稍微收拾了一番房间,盘坐在床上,开始计划着接下来的事情。 其实对楚建丘来说,在招生大会召开之前的这三个月时间才是最危险的。 一旦招生大会正式召开,在众目睽睽睽之下,夏家反而不敢明目张胆地下手。 在这件事情上,楚建丘还是很感激横飞应的。 有了横飞应的关照,夏家就算要针对自己,也绝对不敢太过明显。 夏家虽然在外门之中势大,但是绝对不敢太过得罪一名内门弟子兼战将,更不敢得罪一名内门长老。 楚建丘首先,在房间四周布下了两个阵法,一个患阵和一个烈火炎龙阵。 在处理完这一切之后,楚建丘开始盘坐在床上修炼起来。 其实只是外门之中一座最不起眼的山峰,这里的灵气浓度都比玄建宗宗门主峰的灵气都还要浓郁。 在这种地方修炼,修炼速度要快得多。 在见识到上青宗的情况之后,楚建丘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在没有之前那么信心十足。 在之前上山的一路上,他看见那些来参加上青宗招生大会的舞者,静谨修炼上大多数都是元丹镜舞者,只有极少数是华海镜舞者。 而且即使是少数的这些华海镜舞者,也基本上都是华海镜九重巅峰或者半部元丹镜的修为。 华海镜九重以下的舞者,整个博上风就只有他一人。 如果这些舞者的实力,只是想大前王朝那些舞者的水平,楚建丘也没有太苦担忧。 但是这些华海镜九重巅峰的舞者,每个几乎都是自己在天与冬天遇到的史元凯的水平,甚至比当初的史元凯都更加强大,这就十分恐怖了。 当然,如果只是这些华海镜九重巅峰的舞者,楚建丘也不大放在眼里,关键是那些元丹镜的强者。 这些实力强大无比的元丹镜舞者,让楚建丘感觉棘手不已。 闲不管了,到了那个时候再说,反正现在距离大会召开的时间还有三个月。 楚建丘盘坐在床上,开始修炼了起来,经过这一路上的专心修炼,楚建丘的境界已经达到了华海镜七重的极限。 突破华海镜八重,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 麻烦比预料之中来得还要快。 第二天,楚建丘的房间大门被人一脚踢开,一名浑身肌肉的大汉带着数名舞者闯了进来。 小子,乖乖从这间房子里面滚出去,这个房子现在归老子了。 大汉扫了眼楚建丘,冷冷地道。 楚建丘缓缓睁开双眼,淡淡地看了大汉和他身后的几名舞者一眼,万条丝里地从床上走了下来。 大汉和那几名舞者见到楚建丘的举动,以为楚建丘就此屈服,顿时不由一愣。 这小子也太恼了吧,连狠话也不说一声,就这么听话。 不过想想之后,他们也感觉不奇怪。 毕竟楚建丘只是区区的华海清七重的舞者,而他们之中最弱的人都是华海清九重巅峰。 大汉更是半步圆丹镜的修为。 他们之中任何一人都可以吊打楚建丘,如果楚建丘胆敢反抗的话,只会自讨苦吃。 楚建丘慢条丝里地站定之后,从口中淡淡地吐出了一个字——滚。 大汉和那几名舞者,文言顿时不由一愣。 小树上,你刚才说什么?有种,再说一遍。 好一个废物,居然敢这样说话,简直是找死。 归下,河头道歉。 大爷心情好了,或许能饶你一命。 大汉和那几名舞者,听到了楚建丘这话之后,顿时纷纷怒叫了起来。 只不过接下来迎接他们的,不是楚建丘的磕头道歉,而是一只拳头。 房间内接连响起,数声全选倒肉的声音。 紧接着,那名大汉和身后的几名舞者,便如死狗一般飞出了楚建丘的房间。 楚建丘用手,轻轻扶了下青山,看都不看,那名大汉和几名舞者一眼,慢慢走出了房间。 对于这些故意找茬的人,楚建丘根本就不用和他们客气,来多少打走多少也就是了。 那名大汉和几名舞者,看着走出房间的楚建丘。 眼中顿时不由流露出恐惧的神色,他们做梦都想不到,楚建丘的实力居然如此强悍,区区画海景七宠的胸围,收拾起他们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要知道,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都是天字纵横的天之骄子,普通同级的舞者在他们手中根本不堪一击。 历来只有他们越接挑战别人,什么时候轮到其他人越接挑战自己了? 但是现在这个青山少年,不但越接击败了他们,而且虐他们简直就像虐金一样,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大汉和那几名舞者不敢再逗留下去,连滚带爬地爬了起来,夹着一把灰溜溜地跑了。 楚建丘这边的动静顿时也惊动了旁边居住的其他舞者,本来这些舞者对这场纷争提不起丝毫的兴趣。 那大汉和那几名舞者在他们这些强者的心中,只不过是一群欺软怕硬的跳梁小丑而已,根本就不足称道。 但是在楚建丘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大汉和几名舞者之后,顿时就引起了一些舞者的兴趣。 那大汉和那几名狗腿子即使再不及,也是半步袁丹井和华海境九重巅峰的境界。 即使是他们这些袁丹井舞者,虽然击败他们不难,但是也还做不到如此轻松的地步。 一名居住在对面房子的脸上有刀疤的舞者,顿时向楚建丘走了过来。 这名舞者是一名袁丹井一宠的舞者,身后背着一把大刀,浑身刀意凛冽,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容易对付的角色。 这名浑身刀意凛冽的舞者,走到楚建丘面前,向楚建丘一拱手,说道, 行指教。 见到这名刀疤舞者向楚建丘挑战,住在附近的舞者顿时纷纷围了过来。 这名刀疤舞者在附近众人之中可以算得上是实力不错的舞者,对于他的挑战,众人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在博尚峰,众多舞者相互间挑战是常有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想通过上青宗的考核,成为上青宗的弟子,自然想知道这些竞争者的实力,从而好心里有底。 这些舞者从各方打听到消息,知道在考核的最后一关会有一个排位战,只有在排位战中名列前茅者,才有机会成为上青宗的弟子。 所以博尚峰的舞者,彼此之间始终都会相遇,最终都避免不了一战。 楚建丘见到刀疤舞者挑战,眼睛微微眯起,淡然一笑道,情。 对于这种正常的挑战,楚建丘也不会拒绝。 就经历越多的战斗,他的实力成长才会越快。 他所修习的各种舞学,都需要经过一场场实战的魔力,才能得到真正的转化。 刀疤舞者转身,走到东远一个擂台上。 楚建丘见状,微微一愣,但随即心中了然。 原单近舞者之间的交战,威力巨大,又是大家都毫无顾忌地一番乱打。 恐怕博尚峰经历不了多少场战斗,就会被损毁得不成样子。 楚建丘随后,跟在刀疤舞者的身后,走了上去。 在两人走上了擂台之后,擂台上的阵法自然,胜出感应。 擂台边缘顿时亮起一层光幕,把擂台与外界隔绝开来。 刀疤舞者抽出了背后大刀,向楚建丘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楚建丘不敢大意,手掌一张,一把长剑出现在手中。 刀疤舞者和台下围观的众人,见到这一幕,顿时脸色微微一变。 看不出来啊,这个区区画海境七成的蝼蚁,居然还拥有空间法宝。 本来还以为是哪里来的土鳖,却想不到居然是土豪一个, 估计是哪个世家大族里面跑出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顽固。 这小子身家,如此丰厚,害得我都有点手痒了。 我也手痒了,如果把他的空间法宝抢过来,那可就赚大了。 刀疤舞者见到楚建丘,手中凭空出现的长剑,眼中顿时也不有闪过一抹贪婪的神色。 他本来只是对楚建丘的实力有点好奇,只是想找楚建丘切磋一份。 但是现在见到楚建丘的身家如此丰厚,顿时就动了其他念头。 小子,你把空间法宝交出来,等会儿我会让你少吃一点苦头。 刀疤舞者,木楼,贪婪的神色,对楚建丘说道。 楚建丘淡淡看了刀疤舞者一眼,这就不大善了。 如果是正常切磋,楚建丘或许只是把他打败就算了。 但是既然这家伙动了不该动的念头,那就让他付出一些代价了。 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本事了。 我这里的宝物还当真不少,有本事的话,欢迎来拿。 楚建丘也不兴气,淡淡一笑说道。 不是好歹,小子,看招。 刀疤舞者一刀朝楚建丘劈了过去,一道数十丈长的蓝色刀芒凭空出现,朝楚建丘斩了过来。 在蓝色刀芒接近之时,楚建丘身形犹如一片柳叶般轻轻一飘,闪过了一旁。 楚建丘手中长剑一滑,施展出青柳照空间诀第十重。 一道弯弯如月的清冷剑光出现,朝刀疤舞者劈去。 刀疤舞者不闪不闭,手中大刀一横,面前出现一片树杖宽的刀光,犹如长河道挂,朝着楚建丘那道弯如新月的剑光上迎了上去。 一阵清响,没有出现如预想中的激烈碰撞。 楚建丘那弯如新月的剑光,犹如水银泻地般刺入了刀疤舞者的刀芒之中,把刀疤舞者的刀光撕裂融化。 刀疤舞者见到这一幕,心中大吃一惊,身形一晃,急剧向后面褪去,躲过了这一道如月剑光的侵蚀。 刀疤舞者震惊无比地看着楚建丘,想不到楚建丘境界不高,但是见到境界却如此高妙。 刀疤舞者收起了轻视之心,开始认真地对待起来。 如果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刀疤舞者只是见到楚建丘,击败拿寻衅的极肉大汉几人,只是心生好奇,更多的却还是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戏耍心态。 但是此时,刀疤舞者已经真正地把楚建丘视为了禁敌。 眼前这青山少年的实力,绝不能见到一场女孩揣渡。 霸灯霸刀 刀疤舞者大刀朝着头顶举起,经理的刀毛冲片而起。 刀疤舞者运起全力,一牢劈下,顿时一阵,刀毛犹如鱼木一般充满了整个擂台。 四面八方朝楚建丘涌去。 楚建丘施展起风一顿法第一时,随风时,身形飘飘如流液,在密集的刀毛中不断飘舞。 楚建丘在施展随风时时,身体对周围气流波动的敏感程度达到了极致。 只要身周气流有一丝细微的波动,他的身体都能够顺着那些风的力量而闪动,犹如毫不拙力的流液。 任狂风如何禁忌,却难以伤到流液分毫。 漫天刀毛过后,楚建丘身形从空中飘落下来,一身青山依久,毫发无损,连一片衣角都不曾掉落。 刀疤舞者见到这一幕,心中更加震惊,这小子不单只见到境界惊人,而且连身法竟然也如此出众。 刀疤舞者此时已经心生退役,因为他已经有点感觉自己打不过楚建丘了。 心念其此,刀疤舞者就要朝擂台边缘走距,想要结束战斗。 等等,楚建丘忽然开口把刀疤舞者叫住。 怎么,还有事儿? 刀疤舞者顿时警惕地看着楚建丘。 要走也可以,先把身上值钱的东西留下来。 楚建丘淡胆一笑道,如果之前这刀疤舞者没有打他的空间法宝的主意,刀疤舞者自忍不敌,想走的话楚建丘自然也不会阻拦。 但是刀疤舞者既然当时都已经打了他空间法宝的主意,他礼上往来一下,岂不是施了礼数? 小子,你可不要太过分了。 刀疤舞者顿时怒道, 既然你不肯配合的话,那我只好自己来取了。 楚建丘淡胆一笑道,说着,楚建丘手中常见一挥,一道弯弯如月的剑光向刀疤舞者斩去。 刀疤舞者冷哼了一声,一刀抹出,轻亮的刀芒亮起,影响了楚建丘的剑光。 自己只不过时不想多纠缠下去而已,还真以为自己怕了你这个区区画海径七宠的矛头小子不成。 一世间,擂台上刀芒剑气大盛,霸裂无比的刀芒和清冷如月的剑光在擂台上纵横交错,激荡不休。 那些刀芒剑气,展在擂台四周的光幕上,顿时荡起一阵阵涟漪。 而那刀芒剑气划过擂台的地面时,同时只是激起一阵火花,没有对擂台产生太大的破坏。 这擂台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材料建造而成,质地坚固无比,加上阵法的防护,即使圆丹剑舞者的攻击也很难撼动。 台下众人见到台上两人的激烈交战,顿时不由变了脸色。 看不出来,这小子卷藏得这么深,的确有两把刷子,差点看走眼了。 看来刀芒兄的情况有点不妙啊。 赵兄,你现在的手还痒吗? 啊,你说啥? 手痒?是有点痒,不过扫一下就好了。 李刘文在远处看着擂台上的交战,眼中不由流露出几分惊讶的神色。 看不出来这小子卷真有几分脊梁,怪不得恒飞英会如此看重他。 本来对于恒飞英的叮嘱,李刘文虽然记载心里,但那也只是成恒飞英的情。 看在恒飞英的面子上,才表面上对楚剑就客气,实际上他心里对这个只有华海景七宠兄伪的少年很势不以为然。 区区华海景七宠的兄伪就赶来参加上青宗的招收弟子大会,说好听点是勇气可嘉,说难听点是不自量力。 以上青宗招收弟子考核关卡的难度,根本就不是一名华海景七宠的舞者所能够通过得了的。 在往级的招称大会之中,先有元丹镜以下的舞者能够通过最终的考核,成为上青宗的弟子。 所以上青宗的弟子之中,即使是外门弟子,基本上全都是元丹镜以上的修为,不可能存在元丹镜以下的舞者。 因为即使当时有元丹镜以下的舞者通过考核成为上青宗的弟子,那也必然是极为精彩绝艳之辈。 以如此高的天子成为上青宗弟子,自然不会在华海景待太久,很快就会突破元丹镜,成为元丹镜舞者。 不过此时在看到楚建秋的这一番交战之后,以刘文心中的看法稍微发生了转变。 以楚建秋目前所表现的实力,要通过上青宗的考核也并非绝不可能的事情。 虽然可能性依然极底,但至少会有那么一丝希望。 半个时针过后,一道清冷如月的剑国滑过,把刀疤舞者一剑批翻在地上。 楚建秋的剑尖抵住了刀疤舞者的咽喉。 刀疤舞者只敢森冷的剑翼直渗进肌肤里,脸色顿时不如一片刷白,颤声说道。 你,你,你不要乱来。 楚建秋微笑道。 把身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我自然不会乱来,否则这把剑能不能控制得住,我可没有把握。 刀疤舞者闻眼,不敢怠慢,慌忙把身上的东西都掏了出来。 这刀疤舞者身上值钱的东西还真不少,一瓶丹药,一袋零食和一本刀法。 刀疤舞者交出这些东西之时,不有一脸肉疼。 这些东西,使他积蓄了不少时间的全副身价,就这样交出来,简直就像在他心头割肉一般。 刀疤舞者最终看了一眼手中的大刀,迟疑了一阵,眼中露出很是不舍的神色。 这把大刀跟随了他不少年,而且他一身的本事全都在刀法上。 失去了大刀,他的实力几乎失去了一半。 你不用纠结了,我对你这把大刀没兴趣,拿着它,赶紧滚。 楚建秋淡然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